最近骷髅岛亮仔跟歌总在大洋的彼岸激战震撼 大家对于哥斯拉这个经典IP的热情也被再次点燃 那么考虑到还有一大部分观众没有看这部片子 所以说我就不剧透了 等到传奇哥新产品发售的时候 再跟大家聊聊美版的哥斯拉 而本期这款产品来自于2004年上映的 东宝哥斯拉风扇之作 哥斯拉最终战役 除了16年安野秀明导演的真哥斯拉之外 传统形象的日版哥斯拉 从2004年往后直至今天都没有出过续作 那么最终战役作为哥斯拉50周年的纪念作品 相信这一部也是不少8090后观众的童年回忆 因为那个时代正好是咱们国内VCD租赁流行的时候 让电视机前的我们一堵了怪兽之王的风采 也为长大之后的疯狂剁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款模型的形象来自于电影的海报 跟影片中的皮套其实是截然不同的 那么关于这个造型我们要提到两个人 插画大师生赖范逸跟哥斯拉原型师九景玉斯 大家耳熟能详的各种书籍插画 电影海报和游戏海报都是由生赖范逸进行的绘制 作品中浓墨重彩的笔触 写实见朗的画风 磅礴大气的构图 都给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而这幅海报中的哥斯拉造型 是根据九景玉斯设计的哥斯拉2000为雏形进行的创作 那么说起九景玉斯的话 他的生涯从1989年一直到现在 几乎就干一件事 捏哥斯拉 这种执念一曲做一事的执着 自然也是造就了无数的经典原型作品 也让他获得了哥斯拉造型第一人的名号 在玩家圈子里有着极高的号召力 你像SHMXPLUS包括一番赏等等 市面上很多哥斯拉产品 都是由九景玉斯担任的设计 这个SHM几乎所有的哥斯拉都是他设计的 那么本期这一款 就是由九景玉斯根据声赖翻译的封面 进行创作的立体作品 是XPLUS的RMC系列的第一款产品 RMC的全称就是Real Master Collection 翻译过来就是太牛逼了 太牛逼了 XPLUS这个系列绝大部分都是软胶的产品 而这个RMC大师系列 为了展现出最为极致的细节 用的是硬度很高的保利时 哥斯拉从软变硬了 那么保利时其实就是一种树脂 它的硬度特别高 但是几乎没有多少韧性 所以说可以存放很久 不会变形也不会出油 缺点的话就是比较脆弱 经不起磕碰 主体的尺寸在不大不小的20厘米左右 算是比较合适用来摆放跟收藏的尺寸 然后在造型上这个不愧是大师中的大师 对海豹几乎是百分之一百的还原出来了 从镜头里因为焦距跟透视的关系 可能看起来跟海豹有一些不太一样 但是用肉眼来看的话 几乎就是从海豹里把哥斯拉拿出来的那种感觉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细节方面 首先在地台上有一块金属的名牌 上面写着 酒井玉丝 Bestworks Collection第一款 然后哥斯拉2004海豹完美 最后是Salaba Gojila 再见了哥斯拉 这个金色的名牌还是挺提气的 这个收藏品的感觉一下子就烘脱出来了 然后身体方面无论是钩壑还是纹理 都是非常的清晰 虽然主体是树脂的 但这款的背棋很明智的使用了软胶的材质 当时在产品公布的时候 我就在想 如果这个背棋是树脂的话 根本就没法运输 肯定是咔咔咔咔断一大片 那么软胶的话就避免了这个问题的出现 同时这个千玺哥夸张 且充满杀气的尖刺背棋 也让他成为了我最爱的哥斯拉形象 那么除了造型之外 让我比较惊喜的是这款的牙齿 以及指甲部分的刻画 可以看到每一颗牙齿的质感 都是做得很真实 并且这么小的牙齿 也几乎没有涂装出界的地方 同时配合着光油的效果 很出色的还原出了口腔的感觉 而在爪子的部分 也是一样的处理 作为一款成品 能有这样的效果还是非常难得的 毫不夸张的说 这个RMC系列应该是 中型比例的哥斯拉成品中 涂装最屌的产品吧 确实是对得起大师级的称号 这个孩子宝 应该把这个大师这两个字 好好反思一下 其实这款也并非那么完美 到了天下无敌的程度 虽然说在造型方面 无论是从正面看 还是背面看 都是霸气十足 但是面部是有角度限定的 如果从头部的正面看的话 这个怪兽之王的形象 瞬间就荡然无存了 不过这一点的话 也是比较尴尬 如果在侧面进行修改的话 可能就无法表现出 生来犯意海豹里的那个神韵 所以说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哥斯拉脚下的地台 一侧是火海中的崩坏都市 另一侧是汹涌澎湃的海浪 配合上哥斯拉的嘶吼 使得整个场景急剧压迫感 海豹中的这个场景 也呼应了影片中的经典桥段 哥总在战斗结束以后 从城市回归海洋 建筑跟地面那种火光映照的感觉 做的还是很棒的 这个渐变处理的确实是非常的自然 然后在海浪部分 以蓝色为底色 用深蓝做出阴影 接着在表面浪花的部分 通过白色干扫的方式 进行浪花的呈现 哥斯拉尾巴的部分 也是根据火光的效果 做出了涂装进行呼应 不过尾巴部分 这个渐变就确实不太精致了 整个的过渡并不是很自然 有点缺乏真实感 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这款我个人认为的几个槽点 第一个是海浪的分件 这款为了呈现出真实的动态 所以说哥斯拉的一根脚趾头是插在水里的 然后为了方便安装 他把一块海浪做成了分件 这个设计的话本身是没问题的 但是很容易就会忘了这块分件的存在 并且他没有设置任何的磁铁或者装位 只是简单的放上去 所以说一不小心碰掉了的话 是很容易损坏的 我这个就比较悲剧 不要给碰掉了 大家如果说想买回家的话 还是得注意一下这个地方 最后就是这款国内的定价 属实是有点吓人 官方的普通版是40,700日元 换算成人民币的话是2400 那么发光限定版 这个41800换算过来的话 也是2400左右 但是在国内的普通版的预定价是2700 然后发光限定版要3000多 不过还好现在这款的出货量很大 所以说现在价格也是跌了 闲鱼的话我买的是2300 所以说对于千禧哥感兴趣的朋友 我个人还是比较推荐的 那么这个是作为RMC系列的第一款 以后就不知道这个系列的价格到底如何了 然后在结尾补充一下 为什么这款海豹跟皮套的区别这么大呢 因为海豹是在电影制作之前进行绘制的 所以说这个形象跟影片中不同 其实在电影的制作初期 东宝请来了新川阳斯 九德镜 以及若霞新衣三位大佬 进行哥斯拉的造型创作 新川阳斯设计的这一版 带着浓浓的ZOE风格 而九德镜这一版身上 则是充满了皮衣啊 毛钉啊 这种机车朋克的味道 那么若霞新衣作为设计过 好几代哥斯拉的老炮 他这个版本啊 可以说是把平成哥跟千禧哥的造型 进行了一个平衡 比平成哥呢 要更加凶狠 同时呢 对于千禧哥那种张扬的感觉 也进行了一些收敛 有点像是那种极大城之作的感觉 新川阳斯跟九德镜的设计呢 可能太超前了 观众不好接受 那么若霞新衣呢 可以说是延续了 哥斯拉在观众心中的一个经典的形象 而生来翻译的海豹版呢 通过强烈的透视效果 以及无比华丽的背棋刻画 表现出了哥斯拉王者级的压迫力 那么海豹版的造型呢 也是粉丝心目中独一无二的存在 哥斯拉的周边系列呢 有不少 比较大众主流的 有SHM X Plus 相对小众一些的呢 有这个超级造啊 跟各种什么GK白模的 作为入坑的话 简单玩一玩 个人感觉还是挺合适的 好OK 那么咱们以上呢 就是本期的分享内容了 在往后的节目中呢 大家跟大家评测 更多精彩的哥斯拉模型 那么我是老李 感谢尤尼 相信有趣的灵魂 终将相遇 咱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